这一队就是王雪涵和王磊 他们就是在成年组国际大赛当中获得奖牌的选手 两队三周很轻松 这一队就是王磊和王磊 这一队就是王磊和王磊 这一队就是王磊的姿态 结束很轻松 非常好的 王磊和王磊都在这里 难度轻入了后外楼一线 今天他们两个动作完成得很干净 到目前为止 所有的动作应该达到最高级 难度轻入了双热量的旋转 王雪函 王磊 这次可以说跟隋文静 韩聪一起 在冬运会赛场上和给全国观众交上了一份满页搭卷 今天他们两个短节目滑完成得非常好 非常干净 非常流畅 而且能看到游润云 王磊 今年整个的比赛短节目滑的都不错 自由滑有的时候出现了比较重大的失误 希望他们明天能像今天一样表现得这么完美 因为很快 比如说我们赛季的收官之战失敬赛是有三个名字 所以我相信这四个在意的成年的双热华选手都会去争 这样的话就看谁在这个赛季之前的比赛当中表现好 对 没错 包括在国内的比赛 包括在国外的比赛 其实对这个参加国际比赛的选手来讲 其实每一战都很重要 每一战都在跟自己比 每一战都在跟自己的这个心态啊 紧张啊 这个怎么讲 就是每一次都要跟你自己这个 做斗争 对 做斗争 我觉得今天他们两个真是完成得非常好 从滑行速度到动作完成的指令 但是因为它不是国际比赛嘛 这个分数也很难 对 这个分数不能直接对比 对 不能直接对比 但是今天他们的这个分数跟这个 孙敬寒聪来讲 他们今天这个表现应该是在70多分 因为刚才孙敬寒聪应该已经打到80多分了 我看他们应该70多分了 因为现在这个成绩这个名次已经不重要了 76左右 我觉得应该是今年也是能够突破他们今年最高分 希望他们再去参加国际比赛了 东方买了这样的分子 在国际比赛的时候 其实有的时候更多的是分析对手情况 而且有的时候不是非常成熟的动作 也可能根据对手的情况做一些条件 好 现在我们看一下 孙敬寒聪接受我台记者杨迪的采访 今天的比赛节目全部结束 感谢您的观看 今天应该是